一名男子胆大包天自拍放火焚烧警车 嫌犯已经落网了 而且有破坏公务的前科 案件援引蓄域纵火罪名彻查 雪州巴达林在野警区主任 穆浩默法克鲁丁指出 警方今天凌晨接近两点接获投报 接着就在中午在白沙罗地区 逮捕26岁的嫌犯 他是一名电罩外送员 涉嫌向巡逻车投掷汽油弹 导致警车起火 男子的行径相当的猖狂 因为他直接入境 正面的拍摄自己干案的过程 还把影片上载到网络 甚至写说自己很满意 终于可以烧警车了 警方已经充公了一些证物 初步调查发现 嫌犯有破坏公务 以及在巴士站胡乱涂鸦的不良记录 他这次干案 相信是和不满政府和不满警方有关 案件援引刑事法典435 蓄意纵火条文彻查 谢谢大家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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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